为了帮家福中心的孩子们圆梦 花莲市公所和花莲远东百货合作 推出了圣诞心愿活动 有500位的家福孩子们 写下圣诞心愿卡挂在圣诞树上 欢迎三星人士可以踊跃来认购 10月5号会举行捐赠仪式 把这些木型来的圣诞礼物 送给家福的孩子们 希望每个人都是孩子们的圣诞老公公 走进远东百货大门 可以看到一棵挂满了卡片的圣诞树 这些卡片上写的都是 家福中心孩子们的心愿 希望善心人士能够慷慨解囊 帮孩子们圆梦 这是花莲市公所与远东百货合作 为今天圣诞节所举办的爱心募集活动 我们要谢谢我们远东百货 那愿意来跟我们花莲市公所一起合作 那也谢谢远东百货有这样子一个想法 那我们彼此之间做了一个横向的一个联系 那各自也希望能够让花莲这些需要被关心的孩子们 都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每一个心愿都能够达成 那这次我们也结合我们花莲的家福中心 那真的小孩子很可爱 有的是说我想要小洋娃娃 有的想要汽车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许愿树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让他们能够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然后来赠礼 很高兴是我们远东百货跟家福中心第八年的合作 那我们跟我们团队在想说如何把这个活动做得更好 那我们今天就想说 跟我们花莲这个在公寓 包括在亲子做非常好的市长 我们来做一个很紧密的结合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心愿把它扩大 我们希望出去能做得更多 所以我们能照顾到500个小朋友的一个心愿 其实这也是我们远东百货在这边长久以来 我们除了提供好的商品给我们的消费者之外 其实最重要我们还要回馈这个社会 把这个温暖触及到每一个角落 这次共有500位家福受助同学下圣诞心愿 有人想要书包 有人想要鞋子 有人想要玩具 家福中心表示 这些看起来简单的愿望 对弱势家庭来说 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先代表花莲家福 我们目前在花莲县境内帮助的1700户家庭 3000多名孩子 先跟事工所市长这边 还有远东百货店长这边先说声谢谢 因为其实有你们的协助 我们的孩子一点小小的心愿才能实现 那我们这次我们有500位孩子 写了他一个小小的心愿 有的心愿里面 他可能想要买个卡丝炉 那可能想说可以给家里用 有的孩子很小的心愿 他可能想要买一个书包 让他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更顺遂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邀请各界的朋友们一起来 认领我们这样子小小的一个爱心 然后让每一个孩子在圣诞节之前 圣诞节之际 我们都可以拿到一份圣诞礼物 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诞老公公 然后带给这群孩子欢乐跟幸福 即日起到11月30号 民众可以前往远东百回一楼的圣诞树 来认购新愿卡 12月5号会把大家的爱心聚集 举办捐赠仪式 欢迎大家都来当圣诞老人 帮助弱势的孩童圆梦 借了会欢迎时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